澳大利亚即将上任的总理朱利亚·吉拉德 星期四说 他竞选总理是因为一个好政府正在走错路 此前不久 吉拉德获选 接替陆克文成为澳大利亚执政党工党的主席 这位出生于威尔士的48岁的律师 曾经担任陆克文政府的副总理 现在将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位女领导人 陆克文在最近的民意调查中支持率下降 危及工党 在10月议会选举后 继续执政的机会 而吉拉德得到工党议员的支持 陆克文发表感情激动的告别演说 表示在他两年半的总理任期内 尽了自己的权力 并将引领澳大利亚走出全球经济危机 和医疗教育方面的改革等成就 作为自己的政绩